12月17号,嫦娥5号探测器在完成月球自动采样后返回地球,成功着陆于内蒙古四字王旗着陆场。 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,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, 嫦娥5号任务新闻发言人裴兆宇在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表示, 此次任务,嫦娥5号探测器仅用19个小时,便完成了月面自动采样,比预期用时少。 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,嫦娥5号又开展了一些其他工作。 刚开始我们认为这个表面来看,它有点像沙漠与戈壁交界处的那种地貌情况,会以为比较坚硬。 然后我们用这个表曲方式进行采样的过程中,感觉到还行,还比较好采。 所以这个采样的时间就节省下来了。 节省下来的时间,我们又开展了一些其他的工作,比如说这个国企的展示,有效载荷的第二次的全面探测, 还有这个上升的一些准备工作。 这些工作原来预留的是八个小时,现在就显得更加的从容。 而嫦娥5号探测器带回的太空快递,在地球环境下被解封后,还需进行测试与登记。 首先要解封,样品容器因为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封装的,它的进入地球之后,要在地球的环境下来进行操作。 这里也不同于一般的罐子开封,解封之后我们还要对样品进行分样,然后进行测试它的基本特性物理化学特性测试,然后要进行样品的登记。 也就是说要给每一份样品建立一份档案。 裴赵宇表示,样品是科学研究重要的基础物质,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制定样品管理办法,对样品如何管理,如何分配使用,做出具体规定。 一方面我们会组织国内的科学家对样品进行研究,同时在我们的管理办法中也提出,我们会积极开展国际样品研究的国际合作。 我们也会欢迎国外的科学家来开展对样品的研究。 我们要成立一个科学家委员会,向国际上征集样品研究的方案、建议,通过科学家委员会来对这些建议进行评估,认为哪些建议有科学价值,样品使用合理,样品的管理有序可靠。 通过这种方式来决定提供哪些样品,从事哪些研究。 啊 那些研究 隐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